25日晚间第37届青龙电影奖在首清洗大学举行 这天尽管是各位数的低温 女星们依旧穿着轻薄 纷纷大袖美腿和美背 而这次青龙电影奖最受瞩目的 包括电影哭声获得11个奖项提名 速速列车也获得10个奖项提名 速速列车也获得10个奖顶 速速列车也获得10个奖顶 以经典黑色西装献身的她 衰气的模样让粉丝尖叫不已 而之后角逐最佳男主角的李炳倩 而这与 这与盛和国度元如许走上红炭 李炳倩凭借局内人们中精彩的演技入围 这天以黑色西装亮相非常衰气 而这与则和裴斗娜一同现身 以随道入围最佳女配角的裴斗娜 性感的透视装抢进了版面 这与删以电影阿修罗入围 这天一现身就获得满场的欢迎 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孙艺珍和韩依离亚洲先生 韩依离凭借电影最糟的一天入围 这天穿着金色礼服十分优雅 以灯会翁住入围的孙艺珍 一身优雅粉色晚礼服亮相 穿着朱白皙皮肤相当漂亮